國道1號的揚梅是投奔的透光工程 簡稱叫做揚頭 我還蠻好記得的建設工程 從古洋高架的工程通車以來 大家都覺得桃竹苗這個地區因為產業開發 然後人口大量進入 我記得我在2016年剛剛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因為我也到新竹來 這個時候現場就已經說這邊的交通是相當重要 確實就在2020年109年5月初 我還沒有離開總統府的時候 我們這個河西新平庫就通過安靜 去年底我們通過這個綜合規劃案 我們也希望這個工程能夠如期如值 如實的來進行來使得這邊所有的交通流量 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著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